嗨 大家好 又到了周报时间了 我们来看一下11月4号到10号 这一周形象如何呢 让我提醒大家一下 水星已经逆行了 而且金星也已经进射手了 我们再来多了解一下 水星逆行这一次逆在天蝎座 当然首先我们要注意3C产品 天气变异 交通不顺 沟通不良等等问题 我想大家对水逆会发生的种种状况 应该都是有一些心理准备了 而且这段时间呢 应该有非常多的软体更新 跟你忍不住 可能家用品坏掉 也是要换一换 所以最近有一点小破财 那更不要说呢 水逆于天蝎 一定都会让我们在性的话题上 或者是跟合作关系 就是到底值不值得的这种评估上 我们有一些救恨星球浮上心头 那水逆天蝎呢 当然也很适合调查一些旧的案子 就是大家来把旧事重提一下 把心结解一解 提起这些旧事呢 为的当然不是生气 为的是我们把真心话 内心话说出来 我相信有机会翻转我们的关系 当然它也是断水离的好时机 实在是很不行的一段关系 非常差劲的话 这个时候应该也会充分的感受到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那至于金星在射手呢 他就会搭配最后冲刺的木星 在射手这个部分提醒我们关注 所以最近呢 应该有非常多人在计划 要不要出国啦 或者是呢 我们对于书这件事情 出版这件事情 特别的有感觉 那还有呢 由于木星射手的最后冲刺 加上金星的加入 我们真的要注意 什么桥梁的安全问题啦 或者是高空的交通 比如说飞机 大型的船舶 等等这一类的 或者是高铁 长城铁路 长城巴士等等的安全 都要特别当心 这次太阳还跟水逆逐渐相合 意思就是真相会逐渐大白 那当然我也会鼓励 所有的警政单位 把一些旧案拿出来查一查 水落石出的几率还蛮高的哦 这周呢 火星跟木星也60度入相位 这意味着呢 关系当中 如果大家理念合不合 就会影响重大 理念相合的 关系的建立就会更加的棒哦 那理念不合的 也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而想分道扬镳咯 接下来我们来看 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如何吧 你工作上来说 狮子处女天蝎跟射手是有感应的 狮子座的朋友在工作上呢 最近有很多跟未来有关的邀约 所以你就可以感觉一下哦 最近是方针调整期 想清楚再行动会比较好哦 另一个呢 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 工作就是稳稳的 然后其实你比较适合独立作业哦 如果要配合他人的话 可能你反而会觉得很啰嗦 很麻烦吧 所以这是很适合职人型的处女座 那么另一个呢 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有女性的职场贵人哦 所以如果是前辈啦 或者是他本身事业成就还蛮不错的 这一类人 你都可以跟他请教请教 应该会得到很多的能量加持 另一个呢 是射手座了 射手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上特别要注意 那些风格方式跟你 蛮不同的人 因为他们会跟你唱反调 然后就把能量给消耗在 很难沟通这件事情上 所以辛苦你了 来看感情方面 有感应的是白羊 双子 巨蟹跟天秤座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感情方面 两情相悦 你喜欢的人也蛮喜欢你的 或者是相处起来 还挺有默契 有时候会忽然间想到同一句话 这种感觉挺甜蜜的 另一个是双子座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 最近桃花还蛮旺的 主要是你最近神采飞扬 或者是很多事情 很有自信的样子 是非常吸引人的 所以就让自己亮丽起来 对你的桃花很有帮助 相处方面 吃喝玩乐 应该都是蛮享受 蛮尽兴的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期待 另一个是巨蟹座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最近可能会有 触动你心的人 所以你的大胆程度 决定了这个感情 能不能走下去 有时候你如果太退缩 就会变成暗恋 另一个则是天秤座了 天秤座的朋友 桃花是蛮多的 但是你没有什么时间 也没有什么心情 所以你可能会用 冰冰冷冷的方式 聚人于千里之外 有点可惜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 那是摩羯跟水瓶了 摩羯星座的朋友 在理财方面 不要被别人操控 虽然对方好像很 很专业的样子 但是他的经验 可能还不如你呢 你还需要相信自己多一点 另一个则是水瓶座 水瓶星座的朋友 可能最近在金钱方面呢 就是钱左手进右手出 所以花钱几率还蛮高的 是不是很想买贵的东西呢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 那是金牛跟双鱼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 生活节奏 如果被打坏的话呢 那就会让健康产生了影响 比如说本来都早睡早起 忽然间变得晚睡晚起 或者是忽然熬夜 或者是吃大餐等等 还是维持你的tempo 这样对你的健康是最好最安全的 另一个呢 则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 最近可能会有工伤的问题 所以你的工作会让你导致什么样的伤害呢 是弯腰驼背 还是非常容易受伤 这一类的事情 就是职场灾害要特别当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